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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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過新代表編潭 這禮拜有個強行的調棄 棄油一公升可能棄五角到九角 到底棄多少呢 中油會五點做傳播 已經有三禮拜有個 這禮拜的強行還要棄棄了 聽到有個又要棄棄的消息 這麼多面穿都很無難 這樣都這樣 這樣那麼一點點 一身 你看上兩腳 現在身一身就七八腳對不對 每個心一這樣調 哇 受不了 當然有影響 因為 這樣 這樣太少了 這樣太少 長太多 受到很多網友價賞回溫 跟新代表編美金貴入稍後 賓代的影響 他只會普通油價機制來計算 再來油價強硬的漆 漆油每日差不多漆五角到九角 可是他一台四十粒的油箱來計算 每次加網友就比數價賣三十多塊 對每天都要開車做生意的問獎來說 一天就要多早兩座才賺回來 開了沒關係 開了死了 反正大家都要死了 大家做人死沒關係 這樣是最好啊 那漲的話當然就多負擔一些了 各種網友價賞 每次來的窗家的窗家的窗家 開車做這檔算盤較高的 另外油價的確定的氣候 中油會補五點就進行三步 記者 綜合報導 在收集中的油價氣 還有理由等級以數級量降價 有很多航空公司的國際線 自後禮拜也就是九個分開始 要做航班的大條件 其中當年就拿到在要自身的航班 在華航和聯合航空 也要減很多後美航順的班數 九個分開始 剛才華航要添付西雅圖的航順 當年航空也要添付澳客蘭的航順 也要減很多後美和台港航順的班數 跟這航空方面美国聯合航空 要添付舊金山特幣台北 也來學航空要減少台北特幣洛杉磯 這次航空客車都會對著等同飛行 而且是經濟後業比較差的 後美航順的做條件 希望降價成本 在未來航班的減少 消費者在等級 要有郵輝的票價 變得很困難 我們現在來關心 希望這油漆的以後騎機車的民眾變成 不過在去年開始 現在讓機車英東共躺上的白雷也增加了 這次有一間便宜在蘇格基港 每天的門禁就有2、30件 因為英東共的溫度有2、300檔 若是去躺上就是2到3檔的傷症 利用冰敷來處理的錯誤關聯 也做成更大的傷害 就是像這樣在穿麻車的停車場 把機車停好的時候 一個沒洗衣 就會讓別人言當說碰到胸 創消費者就有這種痛苦的經驗 為那天之後 他騎機車一定會穿回家 會怕那個燙到 一開始就是著熱感 然後後來就逢種起水泡 在消費者是跟當後 做火出去吃頭 下機車的時候 一個沒洗衣就去騰到 在消費的地方留下一個 有清油膩的拔粉 而且他又用不到方法 在湯到胸的第一時間不是沖水 你是用冰敷下去沸 是不能用冰敷 因為我那時候是用冰敷的方式 沒有沖水 由於他一直去機車做變座 最近便宜過口的門禁 去讓機車延長說湯到胸的環節 每天就有2到30位 就像這個人手機都放到暖去 是因為車給給延長說低調 但是更多人 是因為嚇過機車停車場 去讓別人的延長說湯到 沖水至少20分鐘 而且必須要在流動的水 傳統觀念會認為冰敷是可以做的 不過有新的證據顯示 冰敷可能會反而造成血管收縮 會加重傷口的深度 機車延長說 雲轉五分鐘以後 溫度五分鐘就超過300度 就算是10歲 八點鐘以後也有100多度的溫度 但是躺到上 五分鐘就是2到3度的上市 意思就說 沖水是唯一可以降格 皮膚表面溫度的方式 也對以後抗水的回合 比較有幫助 記者 綜合報道